草書獨立成體是在漢代 它的發展可以分為 張草、金草和狂草三個階段 張草產生於遞書成行的漢代 橫畫和辣畫保持遞的波紮 它是由遞書簡述的寫法演化而來 所以又稱為遞草 張草結體簡約 一字之中不惑牽引相連 但字字之間彼此獨立 張法取直行重勢 張草的名家西進有六基 它的代表作是平伏貼 著名的黑貼有三國時候的急奏章 和西進的月兒貼等 金草又稱為小草 是在張草的基礎上 採用楷書的體系不易發展而形成的 歷史上很多人都認為 金草是後漢張芝所創 所以專它為草成 而事實上 金草在偽進發展至東進漸初成熟 東進王獻芝在繼承他父親 王獻芝的草書基礎上 創立了金草的新風格 而且流傳至今 王獻芝的十七貼 和王獻芝的鴨頭圓貼 都是金草的全世名作 金草的明顯特徵是 與圓轉的筆勢取代張草的方子 脫去含有第二的張草波紮 加強點滑之間 上下子之間的筆勢牽連引大 連綿不斷 狂草又稱為大草 始於唐代 教金草更為狂放 他的用筆大喜大樂 連綿不斷一氣呵成 狂草的成就 是唐代書法高峰的 另一方面的表現 代表的人物是張玉和懷蘇 張玉的狂草 左詞右無千變萬化 極詭異變幻之能時 張玉的草書雖狂雖草 但是不失法度 一點一畫 加有規矩 因為他的楷書也有相當高的成就 張玉全世的作品不多 可以見到的有 肚痛貼、古詩四貼等 懷蘇的書法熱情奔放 豪邁刺事 有如飛鳥出臨驚蛇入草 當時的詩人李白 前喜都有讚美他的書法的詩章 將他的字和張玉的字相比 可以看得出後者的筆劃偏肥 而前者偏壽 中文字幕提供 諸如此審查 有的 審查